它這邊就會這樣子閃閃八亮很好看 這些卡片就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永鋒信用卡 Hi 我是寶可夢 來看看我手上的這兩張卡片 這個是永鋒一行新推出來的大衛卡 這個大衛卡到底有什麼優惠呢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解說吧 這次的卡片一共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第一個是外星人 它這邊就會這樣子閃閃八亮很好看 那它也是有優卡功能的 第二張的話呢 這個是妖心人的版本 但這個妖心人的版本呢 它就單純只是一個銀色條紋 就是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 你就審辦哪一張就可以了 那它的基本權益回饋呢 來跟大家講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是國內一趴海外兩趴的Linehorse點數回饋上限 這個是不論新戶舊戶都可以相當的回饋 那第二個重點呢 是新戶在想一趴的Linehorse支付加碼 所以你在國內刷卡呢 就可以來到了兩趴回饋 那海外一樣是兩趴回饋 第三個重點呢 就是你可以綁定永鋒的大戶數位賬戶 來做扣角卡費 再想一趴加碼 所以等於是國內最高有來到 3趴的Linehorse點數回饋上限 海外呢 一樣也是有3趴的Linehorse點數回饋上限 所以這是它最大的亮點 就是不分海內外 直接就給你3趴的點數回饋上限 它的活動時間呢 是2024年的4月10號 到2024年的12月31號 所以你在年裡之前申辦的 你都可以享有就是一整年 完整的12個月份的優惠 所以你越早辦的就可以越早享有 那明年的權益怎麼樣呢 那就要等它年底的公告了 提醒你有兩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呢 就是一般消費的定義 永鋒銀行它有羅列出很多都是排除的 比如說你在超商的這個算卡交易是不算的 那再來呢 還有就是像一些繳稅費什麼的 這個也都是不算的 那還有就是海外的這些什麼eToro啊 這種所謂的平台入金交易什麼的也是不予回饋的 所以這個排除通路呢你要看清楚 那第二個重點呢 是歐盟的實體刷卡交易通路呢 是不算進去的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面呢 這邊就有一整串 所以如果你要去國外 尤其是去歐洲 這個實體通路要刷卡的話 請你使用永鋒的其他信用卡 比如說永鋒有傳世界卡 或者是永付它就沒有排除 那甚至永鋒大付現金和匯預期卡 那還有就是必備卡的部分 它都是有給予實體通路回饋的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解任務拿到最高3%點數回饋上限 非常簡單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請你先跟團申請永鋒大戶數位賬戶 這個大戶數位賬戶呢 之前有介紹過這個相關的權益 那你現在申請呢 只要填上推薦碼POKEM 就可以跟上本團 那你就可以加入我們的專屬的群組 那再來還有就是給你至少200點的寶庫通報及積分 第二點 待你的帳戶申請通過之後呢 再來申請這個永鋒信用卡 那麼本團的推薦碼是MRQI427 申請的時候別忘了填上去 才能夠跟我領取這個加碼的獎勵啦 那你在申請信用卡的同時呢 也可以順便設定账戶自動扣角卡費 就是你之前申請過的有工大戶數位賬戶 把這個資料寫進去 就會完成自動扣角的設定 這樣子你就三個步驟都完成了 這就是最簡單的一個申請的流程啦 那目前這張卡片還有什麼額外的回饋呢 有的他有提供兩個活動 第一個是大衛發紅包 你只要呢 使用LivePay綁定這張大衛卡來做支付 滿88元就可以抽一個紅包 最多呢可以拿到88點的點數 至少1點然後最高到88點 這是隨機抽的部分 這個大家都可以玩一下 那第二個活動呢 叫來去洗牙器 這個去逛夜市的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在它全台 所指定的北中南東都有這個夜市 使用LivePay來做支付的話呢 每一週滿3筆 每一筆至少30元 它就送你30點 所以等於是有33%的回饋 如果你都有去吃都有去玩的話呢 其實你每週都可以賺到這個回饋 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小活動 以上兩個活動呢 都是不限定新戶舊戶 只要有這張卡片 綁定在LivePay上面 你就可以來解任務了 由於這兩張卡片呢 它的新戶回饋最高 可以到3%點數回饋上限 如果你是舊戶的話呢 就只有國內1%海外2%的LivePay點數 我是不是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沒關係 這兩張卡片對於舊戶來說 不是那麼實用 但是你還是有很多有風的信用卡 非常的好用 而且都是不分心舊戶小友的回饋 那第一招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這一張有風Sports卡 這個有風Sports卡呢 你基本上 只要每個月運動達1萬卡錄利 然後綁定帳戶扣腳卡費 就是有風帳戶扣腳卡費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其他的封點回饋 那這個封點回饋呢 它可以折抵四次期的帳單 每100點折抵100元 其實也算是蠻方便的 那每個月刷5000塊錢 可以拿到350點的封點 這個期盼回饋呢 你可以綁定在行動支付上面 像是Apple Pay Google Pay Sysson Pay等等 都是有的 所以這張卡片呢 我個人覺得 也是2024年非常好用的高回饋手卡 第二張推薦的卡片呢 是永豐銀行的這個必備卡 這個必備卡呢 你只要跟永豐有往來 達10萬塊台幣等值的外幣在帳上 就可以享有海外交易有3%的 這個現金回饋不上限 非常的好用 那它每一季呢 都有額外的3%通路加碼 好像這一次的話 就是在海外實體通路有3%回饋 那它這個額外加碼 回饋為500 所以回饋大概是多算 16666元 你只要在第二季 就是6月1號的下午3點來做登錄 有登到的 出國去刷 其實都是滿划算的 第三張推薦的是 有空大戶 現金回饋預期卡 這個也是不限新舊戶 有卡有刷就有回饋 那它有什麼優惠呢 基本上呢 就是國內2%海外3% 每個月可以刷6萬塊以內 除此之外呢 它有精選通路 有5%額外的加碼 那像哪些很好用的 比如說這種兩天月售票 或者年代售票 這個是有的 那再來呢 像是自動加值也有回饋 那甚至像海外旅遊通路的部分 這個飯店的部分 也都是有算進去的 所以對於我來講 每個月就是多6000塊 可以拿到7-8%的回饋 其實也算是很不錯的 第四呢 是永豐現金回饋 這個之前有跟大家介紹過 我最喜歡拿它來繳稅費 因為每個月1號早上10點 如果有登錄到 你就是可以拿到10%的回饋 那你來講什麼水電瓦斯 那甚至像那個規費 然後還有像繳稅款 也都是算在裡面的 每個月刷2000塊以內 就可以拿到200回饋 算是還不錯 但是呢 它的登錄名額 只有1000個名額 有點少 我希望他們下半年 可以再做加碼 這樣可以讓這麼多人 都可以去訪問到這個活動 第五張 我覺得很好用的卡片 是這張55688的聯名卡 它在搭小黃的時候 又是55688 你只要綁卡來做轎車的部分 結賬的時候 直接用這張卡片來扣 就是有10%的回饋 那每個月額外給400 所以回推呢 大概是刷4000塊以內 的這個小黃交易 通通都是有9折的折扣 我個人覺得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最後我最喜歡的 就是這張 永風永傳世界卡 這張卡片呢 你把它拿來吃飯 真的可以說是吃飯神卡了 因為它有嚴選56間餐廳呢 都有2人5折的折扣 我從年初拿到現在 大概也過了一季 至少也吃了5家餐廳以上 這真的是很驚人 每一次吃飯 大概都可以省下3到4千 所以光是這張卡片 讓我拿到的現金回饋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這張卡片呢 跟我的A1大白 就是2張為2吃飯神卡 這是我個人非常推薦的 以上呢 這些卡片就是我個人 非常推薦的永風信用卡 那不論你是新戶舊戶呢 這些卡片辦下來 都可以拿到好看 那當然新戶限定的卡片就是這個 這個永風大戶卡 還是要請你先辦 辦了之後呢 再以舊戶的資格 來加辦這些卡片呢 我覺得你可以拿到 最多最多的好看 這次啊 除了這個信用卡的回饋以外呢 其實永風大戶有做加碼 如果你是4月10號到6月30號 來開訂永風大戶數位賬戶 不論你是參加這個官方的 這個日圓回饋活動 或者是我本人的跟團活動的話 你都符合這個抽獎資格 這個抽獎資格呢 就是4月份5月份6月份 都會來抽這個iPhone15 然後還有這個iPad D10代 那甚至還有Apple Watch 跟888元的現金100組 總共3個月份就抽3次 最多就是有抽出300組 數量其實算蠻多的 你只要在4月10號以後 來開訂永風大戶數位賬戶 並且來做登錄 有機會呢 可以來去做這個抽獎的部分 那他們也都會公告這個得主 然後並且主動通知你來領獎 所以我覺得這點呢 也算是不錯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的 這麼好的金融商品 有沒有什麼跟團好康呢? 當然有 因為永風大戶卡 並沒有新護理 所以你當然是要從 我們這些額外的活動裡面 然後來賺你的新護理啦 第一個呢 就是跟團開訂永風大戶數位賬戶 並且填上本人的推薦嘛 POKEM 就是寶可夢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 至少200點的寶可夢賬戶積分 我們這邊有因會員等級而給予 就是不同的等級 但是最一般成員也有200積分喔 那200積分就可以換小期 或全家200元 也不錯 那第二個活動呢 是跟團申辦信用卡 跟團申辦信用卡的部分呢 你可以拿到至少有100積分 這100積分也可以換小期 或全家100元 那如果你的這個會員等級越高 你可以拿到的這個點數呢 就越多 那甚至還可以參加這個翻倍活動 那麼你至少 就是有100點200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那第三個活動呢 是我本人親自加碼的 不論新救護 你只要有跟團申請 有風大會檔 那麼你只要拿這張卡片 去刷999 並且回報 那麼你就可以來參與這個 威秀電影票50張的這個抽獎活動 超出50人的部分 我們就是贈送積分 一般成員就是給50積分 那如果是大戶低居成員 可以到100積分 那幽幽班可以就是200 然後基礎班可以到300 那如果你有參與我們這個積分翻倍的活動 就是分享你自己的使用心得 然後還有五張照片 然後這個情境圖的時候 如果你都有 都有分享 而且被我選上的話呢 你就可以積分翻一倍 依據會員不同的等級呢 你就可以拿到不同的計算 這是我個人特別舉辦的活動啦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趕快來參加活動 趕快來領獎 讓我趕快把這些電影票送給你們 這樣是最簡單的 結論 永鋒呢 這次很難的推出這種就是 無腦刷無上限的卡片 如果你是永鋒心戶 請你一定要把握機會 趕快把這張卡片辦下來 至少可以用12個月 那第13個月以後呢 成為救護 就在看他們有沒有什麼優惠 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也可以換其他的永鋒卡使用 如果你覺得今天的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如何透過永鋒親友卡 尤其是大衛卡的部分 來賺取更多的LINE POST點數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喔 掰掰